你好 歡迎收看Good News 5 今天又有什麼新鮮事呢 幾乎每一天在新聞上看到的 都是車禍現場 或是一些悲慘結局的社會案件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這個畫面 可以看到一輛遊覽車 在國道上180度逆向打滑後 全員平安的好消息 由傳神居家照顧協會的理事長 李志維牧師帶領了將近20位 平均超過70歲的長輩們 要到教會服飾的時候 行經了國道3號交流道 遊覽車突然失控 從外車道往內車道打滑了45度 往分隔島逼近跟傾斜 那李牧師回憶當時短短60秒的過程 可以說是內心不住的禱告 當打滑止住的時候 車頭就正好與同方向行駛的車 就來面對面喔 可以說是險象還神喔 那司機下車的時候還禁聞未定 那看到李牧師一群人 在感恩禱告後他就說 從來沒有一台遊覽車 在台灣歷史上已經打滑了 還沒有發生意外的 我不知道你們的教會禱告的作用 但你們一定是做好事的人 那李牧師跟分享啊 當下打滑的時候啊 他在禱告當中就看見了 神的臂膀緊緊的拖住了整台遊覽車 僅僅車身打滑搖擺 沒有反覆 沒有撞上任何車輛跟物品 沒有任何人員傷亡喔 他親身經歷到了以賽亞書 46章四節中神的拯救 接下來跟大家說是 其實COVID-19在全球 仍舊還是持續的延燒 也使得全球糧食供應 其實是越來越糟了 那為了響應世界糧食日 義大利的菲律組織CEFA 10月份在波隆納主廣場 就發起了一個叫做 填滿空盤子的活動 希望民眾可以將食物捐贈 給有需要的人 沒想到這次的號召啊 獲得了波隆納人的迴響 盤子幾乎都被填滿了 畫面真的很壯觀 好那接下來這個信息 想要請看到的朋友們 都可以一起來守望禱告喔 剛果世界展望會 糧食計畫執行團隊 9月底完成糧食發放的工作之後啊 就遭到了不明的武裝團體攻擊 團隊15人中 就有一名工作人員不幸遭害喔 那這位不幸身亡的工作人員 馬提悟他年僅43歲 是5個孩子的父親 負責展望會 糧食計畫的評估工作 那剛果世界展望會會會長 安瑪麗也表示 東剛果目前的政治社會狀況 非常的不穩定 處在非常危急的環境 有超過100個武裝團體 在這個地區活動 人民為了找尋那個短暫的安全 要不斷的移動 才能夠取得食物 所以其實展望會 和世界糧食計畫就有合作 提供他們營養和健康的糧食 可以說是讓他們能夠生存 非常重要的一環喔 那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 對他們來說都非常的痛心跟難過 希望看到這個消息的你 可以為他們來守望祷告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意大利的威尼斯 長期受到淹水之苦喔 大潮來臨的時候 可以說是全城都被覆蓋掉的喔 那困擾了居民1200年的水患 終於有解了 歷史15年的摩西防洪計畫 在10月的時候啊 就進行了最後的測試 威尼斯的海口 升起了78座的防洪閘門 要擋住海水來灌進城市裡喔 那在10月大潮來的某一天 一早居民就聽到了熟悉的 漲潮警報聲 通常這也表示著 聖馬可廣場在不久後 就要開始淹水了 但是沒有想到 地面一整天都是乾的喔 那摩西計畫也在此宣告成功了 歡迎來到Good小學堂 請問你知道 威尼斯摩西計畫 命名的原有嗎 希望可以像摩西一樣 擊打磐石流出水來 把水都流出城市 希望像聖經故事中摩西一樣 分開海水保護人民 希望可以像摩西的禱告一樣 雨水不要浇在這地面上 5 4 3 2 1 答案是B 希望像聖經故事中的摩西一樣 分開海水保護人民 分離到Good好時光 我們來看一下祝福大家的經文 心也是會累的 道主這裡來 耶穌說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附我的惡 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靠你自己累了嗎 道耶穌這裡來 你會得到那意想不到的安息喔 希望看到這些訊息的朋友 都可以帶著不同的收穫 來度過你的每一天喔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的 請記得要幫我們訂閱按讚 跟開啟小鈴鐺喔